我只會辭職 僕の人事は 伊達です 小師經常說出二手車黑幕 會不會擋人才路有沒有被恐嚇過 阿我這被嚇大的阿 廈門大學 二媽挑食 還不業配一下 這個都是我們的客人 這個二媽挑食是在這個 你們都可以去FB搜尋啦 二媽挑食是在戲子區的一個 我好朋友開的一個便當店 好吃真的很好吃 我們今天整間公司都吃他的 我們自己先試吃過才業配的 好不好 然後這個絕翼車體美顏 位於新店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喔對吼 以後有沒有我們的客戶阿 只要有開店的 如果你們都有在這個小師的影片 或YT影片或是FP直播阿 看到這個 都是我們的客戶 跟我們買車的客戶 我們就會讓他們做一下業配這樣 那當然希望未來有機會 如果你是沒有買車的人也沒關係 你付錢就好 以後我們就是遵循這個模式 不然怎麼練才 不然怎麼開我的老車博物館 2015年生理人推薦嗎 價格約多少 生理人我還沒賣過 錢不是問題 對 我們缺的永遠不是小錢 都是缺大錢 最近有很多朋友有傳那個 二手車的代標詐騙 好不好 之前我們已經 小師已經做過一個 YouTube的節目 講這個二手代標詐騙 那這個禮拜我有遇到兩起 那一起是來跟我們看車的客人 好啦 二手代標的齁 昨天還有客戶傳給我齁 他們現在看到什麼東西都會 都會跟我分享 請我這個 宣導一下 我找一下 今天是有一個 新聞啦 新聞 我用念的 我就不給大家看了 這個新聞大家都查得到 就是 找人代標中古車 好不好 我先講一下標題 標題一定要聳動一點 對不對 當然我們不是講說全部都是 都是不好的啦 齁 就是總是因為我之前有提過 就是你要把錢 繳出去齁 來 我跟大家分享代標這個東西 就跟有 某一些這個 外匯車的業者一樣 什麼意思 就是有些代 那個代標的跟外匯車 某一些你買外匯車 雙B說 喔我幫你到這個 國外去標哪一台車 然後他就開了網頁給你看 哇你看這個全部的 雙B車都是在美國的 都可以買 在日本的 有沒有 開一些拍賣網站給你們看 好啊就這一台 這一台我們預計標進來是120萬 辦到好什麼 那你先付三分之一的錢 有沒有 你先付定金 然後我們再幫你買完之後 幫你這個坐船過來 喔船一出關 然後又要叫你再補多少錢進去 有沒有 那你從頭到尾的一個交易 你只看到圖片 照片 網站 對不對 你就付了好幾十萬出去 之前還有一個那個 好像有一個藝人也被騙過 我記得我看過新聞喔 這個他 他被騙是這個外匯車的 喔那個藝人還有錢嘛對不對 在找了一些周邊的親朋好友 大家一起說喔這個外匯車進來很便宜 我假設哇這進來啊 兩年的C300只要100萬有沒有 哇 揪了好幾個大家一起去 然後都付三分之一的定金 然後人就跑了 練完財人就跑了 好所以你當你在買一個東西 你只看到圖片數字網站的時候 你就要付錢 基本上就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 所以之前我在這個直播有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說我寧願建議消費者 我自己目前是沒有賣外匯車啦 我寧願你們去買看得到東西 我買就是這一台 我看了喜歡 甚至我可以試 試了喜歡 我下訂 我買我付錢 我覺得是OK的嘛 那你不要說什麼都沒有 就要給人家錢 好再講到這個代表一樣齁 找人代表中古車 他連車子都沒看到 127萬就飛了 啊意思就是啊 反正就是他 這個有人就在上面 謊稱說幫人家代表中古車啊 然後就收錢啊 然後我 這個禮拜齁 也遇到一個客戶來看車也是這樣 也是一樣 他已經付了 他說他付了9萬8出去 結果他 到現在什麼 什麼屁都沒有 他先付了一筆定金 我不知道幾萬 那是科P轉述 那科P的客人 然後就說喔他標什麼車 幫他標標 啊這次沒標到 我跟你講那個 收花錢人就說 欸禮拜五還有一台 你再匯5萬來 好幾萬來 我再幫你弄那一台 然後就這樣陸陸續續一直就要匯錢 總共匯了9萬8 他終於不匯了 可是他不匯了以後 他來說想跟我們買車 問題是 他說他噴了9萬8 他叫我們算他便宜一點 例如啊 可是 9萬8人家賺走了 然後 我要賣你便宜一點 啊我不能倒楣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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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齁 啊當然人家受騙了 我們也是 深感遺憾 可是我們也是要過生活 所以也沒辦法 算你便宜一點 這就比較不好意思 滿多人在直播買福袋被騙 喔像我也不喜歡買福袋 像上個禮拜 我跟我老婆去逛街 然後有那個衣服店有沒有 也是一袋一袋的福袋 然後有一袋幾百塊的 有一袋一千多的 我老婆 我跟你講 女孩子很喜歡買這種東西 欸我來買福袋福袋 這個福袋一定很福 我跟你講福袋 我覺得我站在商人的眼光 我覺得福袋一點都不符 衣服鞋子弄 那我覺得一點不符 為什麼 你想也知道 幹他一定把庫存都塞進去嘛 對不對 反正你看不到東西啊 他就塞很多件庫存 他本來要清倉 要當作垃圾丟掉 要拿去當抹布 他就全部塞在袋子裡面 然後哇 好多衣服喔 媽都是人家媽過季的 尺寸不合的 很奇怪的 size的 哇 賣賣處理的 有不 像穿到那些人子都 負責的 哇類似 我覺得那裡面就是都媽的都塞 庫 庫存品而已啦 我感覺那過季品而已啦 就跟我們車一樣 很多人說 小吃啊你那麼多車 你乾脆不要 不要整理 回來車都不要整理 直接這樣賣 我說啊 我跟你講啦 交友APP看到一個妹的照片 媽照片都沒雕過 素顏拍給你 你會滑嗎 你不會滑嗎 直接刷掉 對不對 就是要雕一下 沒看那個賓士的那個照片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沒看過的那個賓士的照片 A卡有沒有 喔一個女的這樣 啊 弄到那媽A卡都變成 small A卡了 屁股都縮小了 推推推 一直推一直推 有沒有 幹那根本就是他鬼斧神功啊 改圖的人可以直接來小吃 汽車來做美編了 我跟你講 看能不能把我弄成彭于晏 以後我片子出來 你們看我的片子都媽 都彭于晏 出來再講車 幹出來都劉德華 蛤蛤蛤 我又出來講車 媽啊 加了啦 我這邊上班了啦 好不好 賓士妹如果有看到我們直播來應徵了啦 Vobo二手車兩千以下哪個車款好保養妥善率高 我跟你講 Vobo現在你其實 我覺得從他 2011年之後 S40啊 V40的那個等 因為你兩千星以下大概就是那個左右了 基本上 我覺得目前看起來 左三綠還OK 像我們這種經驗 比較豐富的 我說你看一個車是看他的本質嗎 可以買整理的起來 有救 我們買回來 那一般消費者看到的只是 哎呦怎麼那麼髒 啊外表怎麼有一些刮傷擦傷 那你看不到他本質的話 好東西 你就會loss掉 對不對 你像看我娶我老婆就是了 我也是看我老婆本質 本性善良 對不對 只是順便外表長得又可愛而已 好那外表是順便的 我們是看他的本質 本質這個 善良 善結人意 好我們就取他 就這樣 請問能不能開車到貴賤整理 你們可以賣的標準 可以啊 通常這個 你們有想要整理車子的齁 就跟這個 私訊粉絲頁 會給你科P的聯繫方式 好就可以直接跟他約 收車會不會不喜歡情語窗 我們在孤車的時候 有沒有情語窗 不會列入考量範圍 反正 不喜歡就回來把它拆掉 或是它鬆掉了啊 退色了啊 裂開了我們就會把它去除掉 在整理的時候就把它去除掉 內裝卡榫斷掉選擇換掉 還是維修 要看什麼地方啊 有的是這個 卡榫可以換啊 有的卡榫是可以換的啊 那不能換的話 要看狀況 店裡面藍色進行取MARCH的故事 沒有啊 藍色MARCH就是我也是捨不得報廢啊 那個是我們大概 我剛開始開店的時候齁 準備了一台電車 如果你們有發現的話 我們的LOGO啊 或是小吃汽車的招牌啊 甚至我自己的名片啊 都是做那個藍色的 然後 我就把那個 花了很多錢啊 那一台MARCH齁 到現在 這六年來啊 加上當初買它的錢 烤漆整個整理成藍色的錢 整個整理完 現在我看成本應該二十幾萬 然後結果最後 他 借給某一個客人的 時候就壞掉了 把引擎開壞了 好像是發電機壞掉 然後就讓他退役 讓他休息 然後捨不得報費放在那邊 16FIT可以買啦 16FIT的價錢 現在你要買的話 應該會再四十幾萬吧 146320CEI中古車妥善率高 那妥善率 我覺得齁 像這種146這種老車 已經二十年左右了 你 我覺得不要用妥善率高 去判斷它 因為你要開它 就代表說 那是一個經典的車 所以你會買它 絕對不會是因為它妥善率高或低 是因為你對它的愛 而且這麼老的車 我講實在話 不管哪一款 一定回來都有很多 因為年份 所以你回來 必須要要花錢整修的東西 所以當有一天你要買 這樣子的車的時候 你要看看自己的荷包 因為你買回來 一定都要整理 我覺得 沒有一台是不用整理 即使在網路上面有很多講的 現在很多老車社團 什麼社團 說我的車媽 顧得多好 我花了多少錢 修了多少東西 整修了多少 我講實在話齁 如果以那種真的很老的老車來講 我不太相信 回來真的像它講的這麼棒 你都不用花錢 而是說 有可能它花到一個程度 換你接手 還有第二個 如果真的 這個老車真的整理到 都不用花錢的狀況 我相信它不會賣你便宜 它會賣你一個天價 市場上最高的價格 如果這樣的老車 它敢跟你說 你回去都不用花錢 那那台車 我覺得會是天價 有沒有試駕過KIA的車 沒有 KIA Carens齁 我大概從 十年前齁 賣過開過之後 我就再也不賣這個車了 30內五門小車的推薦 政員我覺得你這個是很多消費者的問題 30萬以內 其實齁 你們如果做一些功課 30萬以內能買到的車 我們以國產車來講 你如果要把進口車加進來很多 你包含Polo 包含Fabia 包含Copas Fiesta Fit Yaris Swift 任何你說得出來的 1600cc以下的車 車款 小先輩車都買得到 甚至Focus Focus算大台車了 然後Nissan 可能的March Livina 你都買得到了齁 但是我覺得回歸一個原點 就是證援你的車 你回來 你希望它帶給你什麼東西 你要買一台 你很喜歡外觀 內裝很喜歡的車 開起來很喜歡的車 還是你只是要一台不會壞的小車 那你需不需要它的空間 你要不要開起來很帥 你會不會想改車 太多太多的原因 可以去影響你 要30萬以內 你要買哪一台車 所以你 我會把問題丟回去 你喜歡哪一台車 CRV世代 2.015年 多少可以入手 要看VTRS的 還是S的 不過應該2015年 都要在60萬左右 疫情關係 聽說蠻多人在找十幾萬左右 最近的確 我覺得十幾萬的車 銷售量有增加 沒有錯 每一台車我覺得都很棒 而且 我真的覺得 當然你去外面買我不曉得 假設你是跟我買 妥善率來說 我認為 我店內賣的 30萬以內 國產車 進口車 只要在我店內賣 我覺得妥善率都不錯 我如果那個車妥善率不好 我不會賣 一般人小發財客貨改 貨車牌自己辦得過嗎 好像辦不過耶 客貨牌要改貨車牌 好像會有一些規範 你可能要查一下 小時候有用過大賣場的機油嗎 我沒有用過大賣場的機油耶 因為我們機油都一次叫很多香 所以我們這個很難到外面消費 14年的車機油瓦數 14年還是14 14年的車喔 用濃一點啊 其實基本的14 10或15的就可以了啦 其實也不用 不用到用到媽真的多濃 欸你知道那很可怕啊 有的用到媽 喔那個像麥芽糖 你知道以前 以前那個車商比較想要試圖掩蓋 那個吃機油的狀況 都會放那個很濃很濃的那個 透明膏狀的 俗稱麥芽糖 會加到那個機油裡面 你知道那很可怕嗎 那個喔 我曾經在修理廠看過一台車 機油漏不完 一個客人去買了中古車嘛 去別地方買回來 然後要去 去我那個修理廠那邊保養 然後我剛好也在旁邊 外面的修理廠不是我們這邊 然後那個 那個機油那個下面卸油螺絲打開 你知道那個油漏不出來 那整個幾乎媽的有夠高的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老闆一直在那邊搖頭 阿光阿你是在怎樣 他說真的加的太太高了 你知道嗎 太濃稠了 他說那個油要滴很久很久很久 還不知道滴不滴的完 然後他在那邊涼 他永遠都少一瓶 因為滴很久還在滴 媽很慢很慢 ML250年應該應該是14年他25年 有沒有什麼麻煩的地方針對賓市柴油車 熔靈我覺得是要看你的 你自己前一台開什麼車 還有你為什麼會想買柴油車 基本上我個人是不推崇買雙B 或是高級進口車買柴油 我本身我覺得 對這種高級車的柴油車款 不是很有興趣 我啦我本身不是很有興趣 我覺得你要開到雙B了 還要去開柴油 我覺得很奇怪 喔對還要看一個就是你想要開這台車開多久 我一直覺得柴油車跟這個 我上次說油電車電動車是假議題 今天我要說柴油車其實是過度品 我覺得柴油車是一個過度的產品 遲早要被淘汰的東西 所以你如果想要持有久 我倒覺得沒什麼興趣 那你如果說你 你信 你車子都開個兩三年五年 了不起你就換掉 那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 你如果是想要那個扭力的話 但是我真的覺得說開一台高級車 然後那種引擎的運轉品質阿 聲音阿 排放阿 我覺得真的開一台高級車 開柴油有點掉漆 我自己覺得 你上了車為什麼二手叫無法跟D牌H牌同等 差在哪 其實我跟你講阿 不要講什麼牌的車好不好 我們講為什麼車子在二手車會有價差 我最常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市場反應接受度嘛 好為什麼市場接受度會不一樣 那當然就是跟它製造開起來的感覺阿 妥善率阿 外型造型內裝配備等等 大家想不想買單 再來二手車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是新車的價差 簡單講你剛剛講T牌H牌 你在買新車的時候 比如說它定價70萬好了 你可能去 了不起殺個三五萬你就 殺五萬就很多了 那這樣的狀況會變成說 二手車價也會好 因為它新車折價幅度不大 那你看到一些廠牌 新的賣70 然後新的時候去 不給你殺價 結果呢 過一年以後 哇 領牌車清倉大拍賣 一台折五萬 一台折八萬 八萬 我講一個最實際的立場 去年才出的 Focus對不對 扭力量有沒有 最熱門的 結果搭襪買 好多人買對不對 幹後面出多連桿的囉 賽道版 阿現在又一個什麼 Pyro360下放 你喔 我跟你講 前面那個就GG了 簡單講 阿就是市場反應 跟他們新車 在handle 控制他們的價格 跟他們的領牌的數字 跟他們折扣的數字 折浪的數字 有很大的差別 其實奧迪的車也有這個毛病 他新車的時候定價很貴 可是到最後賣不好 還是市場反應不好 他就開始降 開始折 開始有領牌車 開始有庫存車 開始促銷 那你這些 之前買的就GG 好不好 早買早享受 A32少量手牌 喔兩千的阿 千一台來 改手牌驗車會不會過 不能過 現在自改手 GG了 所以 我覺得還不錯 其實齁 站在政府的立場還不錯 為什麼 因為其實阿 我給大家一個觀念 排照稅 燃料費 排照為什麼叫稅 我跟你講 你欠國家稅會什麼 會罰錢 會強制執行 有沒有 會跳Double Double 再Double 所以已經是不能欠了 所以排照稅你只要遲一天就被罰錢 但是燃料叫做費 燃料費就是可以欠 欠了不會 不會賠 不用賠錢 不會有罰款 所以齁 我相信政府每年的燃料費的呆帳一定很多 我相信 有人 我甚至遇過有欠兩年欠三年 燃料是費 所以你看 你隨油徵收 是不是你就可以 杜絕掉呆帳的問題 因為你每一次加油 裡面就已經包含你的燃料費 對不對 阿政府再去跟加油站拿就好 你只要加油站有加這麼多油出去 政府就一定保證收到那麼多錢 永遠都不會呆帳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國庫來講的話 應該是有增無減 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 也像大家講的阿 就是 開多角多合理阿 開少腳少 重機械的燃料費怎麼辦 阿都一樣隨油阿 喔重機本來比較貴對不對 05的光哥 光哥是什麼 Grounder喔 好癢嗎 Grounder那個車基本上現在 路上也沒幾台 只剩下一些那個 警察車還在用 我如果你想買Grounder 我會建議你買T&N T&N整個品質上 我覺得比較好 Grounder沒什麼質感 小毛病也蠻多的 我那天看PTT阿 鄉民看天下 他們還說 哇這不可能降 這降二手車商都倒了 我心裡想說為什麼 車降價 關稅降 然後車降價二手車商會倒 二手車商我覺得永遠不會倒 有一天喔 當大家的交通工具都變成 飛碟的時候阿 怎麼樣 你知道怎麼樣嗎 還是有二手飛碟 呵呵呵 我賣二手飛碟總可以吧 當一台賓士新車剩下80萬的時候 那也是有二手賓士剩20萬30萬阿 Z4100內有沒有辦法買車 欸我們上次賣那台Z4多少錢 好像九十幾萬不是嗎 Z4買得到阿 我們上次賣10年好像九十出頭的樣子 鯊魚頭Lancer好像很少看到有上架 有 久久會有 只是說很快就被買走了 208GTI208P 沒有 我只有賣過207GTI而已 它之後那個代理商好像就沒了嘛 我記得好像之後代理商沒了 之後我就沒有賣過了 之後我就沒有賣過了 我就沒有賣過Purgeot的車 602014年二手可以買嗎 會不會有變速箱問題 QX60我還沒有遇到變速箱的問題 前期的F20116有沒有什麼通病 改天要接人家裡的車要心裡準備 喔不會啦 其實那個BMW就是羞羞肉油而已 沒有什麼 BMW其實基本上 我坦白說 BMW是好車 開起來真的很棒 可是它 你不能說它有問題 它就是 肉油那些東西弄一弄 基本上我覺得 你就可以開得很開心了 油水那個東西弄好就沒什麼問題 Infinity F33有什麼通病嗎 環保材質啊 就這樣而已啊 要看里程數喔 里程數高了還是會吃雞油 別客1.6那台車現在好早嗎 那基本上該報廢都報廢 你說那個 那個叫什麼 Excel是不是 別客1.6是不是 你是說那個Excel還是什麼 菲亞特的影片還沒拍就賣掉了 呵呵呵呵 沒有拍到哈 菲亞特500真的只有雙鋼嗎 沒有它有分啊 它鋼數好像是有分的 看CC數啊 Lacers去買原廠認證中午車好嗎 你這樣子問我達官三下持久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你 已經把名稱嗆出來 我如果現在在這邊說不好 去Lacers原廠認證二手車買不好 我會不會被告 會 我會不會黑掉 會 所以我不能這樣講 即使不行 我都要非常的保守的說 你高興就好 沒有啦 其實那個招牌大 除了貴以外 應該不會有什麼太大問題 小師買凱燕後 會不會再買馬薩拉蒂 會啊 有錢就一定買啊 不要說馬薩拉蒂 法拉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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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意大利的發音就是這樣 重音不一樣 簽A3 自手牌變速箱 是不是真的需要開啟Auto Hold 讓車子自動掛P檔 起步需要切手牌或掛S檔起步 我問業務 業務說現在電腦很聰明 跟手自牌一樣 正常使用就好了 我覺得它這個DSG這個變速箱啊 我自己開的經驗是 不管你用不用Auto Hold 你是踩煞車也好 基本上你在放開煞車之後 你必須要給它0.5秒至1秒的一個接合時間 然後你確定它接合之後 你再加油門 那你如果在放煞車之後 很快速的去踩油門的話 會有一種很不舒服的 類似爆衝的那種感覺 那對車子我覺得也不好 然後對於乘坐的品質 舒適度也不好 我覺得喔 DSG 我後面還有在拍影片講DSG的 就是它那個反應速度會慢一點 11年12月底7代2.5 Camry 還是有很多問車價的齁 來 要問車價的你就私訊粉絲頁 需要有幾個條件 年份 車色 里程 等級配備 私訊粉絲頁就可以回答 你們一個價格給你們參考 價錢都是參考 網路哪裡看得到店內的車 店內的車兩個地方可以 三個地方可以看 最快更新的是FB的動態更新 第二的是部落格 小獅的匹克幫部落格 是第二個會更新的 最慢的是8891 好不好 三個地方可以看得到我們的車 三缸妥善率能買嗎 觀察中 因為畢竟三缸以國內來講 好像也就是這四五年的事情 但目前是沒有遇到什麼 太嚴重的問題 2.5ft要注意什麼 你買年輕人的車的話 買二手車你就要注意車況就好 有沒有改裝過 里程數會不會太高 好 二手服飾購服真的只剩下GTI可以買 都可以買啊 購服我也賣很多啊 只是說不要 真的要挑車況 要挑車況 電滑門還是不要電滑門好呢 我當然會選不要電滑門 啊講到這個電滑門 來來來來來來 我今天還在跟泰山聊 不要什麼東西都給我電子 像恆溫我就不行 啊什麼雙恆溫 四驅恆溫 都不要花恆溫 你最好是給我轉盤的就好了 真的真的 我覺得你不覺得開車就是 喔你覺得有點跟家裡的空調一樣嗎 啊有點冷的風小一點 或是冷度調熱一點 對不對 有點熱的調強一點 很困難嗎 你為了那個 我不知道 為了那個一秒兩秒的時間 然後 車廠也要花比較多錢嘛 對不對 因為它有恆溫 然後又要賣你更貴 有可能會壞掉 因為電子的 然後還有一個 電折後照鏡我坦白說啦 電折後照鏡是用得上 因為有時候真的停車 燒閃車 你真的可以按一下 好但是其實使用度 也不是那麼的高 我坦白說 電折後照鏡最討厭的一個 我常常在跟消費者講 它本來 手折的 你不管是前撞 後撞 你都把它折回來 就沒事了 可是今天如果你是 電折後照鏡 不好意思弄一次就死了 一個國產車的電折後照鏡 隨便兩三千塊修涼涼的 第三個 電動椅 椅子調要多久 你駕駛座你調好你的坐姿 你的車又不是常租車 又不是常在租人家 對不對 也不是常在借人家 借人家你自己調啊 回來再調回來 出發錢調一下而已 幾秒鐘的時間 那你會裝那麼多馬達 那媽的 四項八項 十六項 三十二項 七七四十九項 電動椅 馬達都不會壞 開關都不會壞 對不對 我不知道你怎麼還在做什麼 我最喜歡什麼你知道嗎 我們學那種機械 電機科的 北梯啊開關有沒有 啪啪啪啪 一個往上啪有沒有 啪啪啪啪 主駕駛 副駕駛 一人插一把鑰匙 轉開有沒有 同時喔 然後那個紅色蓋子 才可以打開 飛彈才可以發射 對不對 都機械式的 不是很好嗎 真的啊我常常講啊 你椅子啊 我講很多車子到了報廢 椅子調整的都還沒壞 方向盤的調整高低都還沒壞 恆溫空調的開關都還沒有壞 但是齁 卻我遇到很多車子 車子還沒有報廢 可能恆溫空調案件已經壞掉了 可能 像上次柯P那個G35有沒有 車還沒有報廢 可是電動調整方向盤已經壞了 甚至有很多 車還沒報廢 電動椅的馬達掛了 齁 只能前進不能後退 只能上不能下 電動馬達也壞了 甚至電折 我跟你講電折是損壞率最高的東西 我曾經有一個客人齁 跟我們買車回去 他好像是FIT吧 短短兩個月齁齁齒輪斷三次 停路邊啪撞斷 停路邊不嚇壞 在那邊給你折 啪啦啪啦啪啦 斷 交車兩個月回來換了三次 修了三次的電折後照鏡 好所以我覺得有些東西 是不是你都給我機械的 欸我覺得像以前人家講的那種最好啊 你都給我選配的 我選恆溫你就給我加錢 對不對我選 阿如果我沒有選恆溫 那你就給我機械的就好啦 阿我選電動座椅你加錢嘛 看要加多少有沒有 像買Posh一樣對不對 一樣一樣選 可是其實這樣齁 我坦白話講 對車廠比較不利 因為他會 他會變成每台車都客製化 他其實他就沒有辦法降成本 手動 對啊手動條還比電動條快 你看一把啪就躺下去了有沒有 那個旁邊一拉 幹整個人就躺下去了 車床速度又快 對不對 哇跟女朋友正在熱情 準備要翻過去 然後要把座椅拉倒 然後電動椅用 欸 冷去 軟去 媽要弄到全躺 媽都軟掉了 哇操 所以電動椅喔 也不一定好啦 現在講求速度 一般啪就躺下去 就處理了 他在那邊 很弱智 真的很弱智 好不好 沒有啦 不要這麼急 對就回家就好了 車上也不舒服 也是可以解決啦 好不好 可以 2016在我這邊買W210 我竟然有賣過W210 我都忘了這件事情 歡迎你開過來好不好 歡迎你開過來 馬3右邊的後照鏡打不開 我都不修 一隻很貴 對啊一隻很貴啊 二手車過保自己帶料回原廠保養 跟直接去民間維修保養哪個比較推 如果齁 有信賴的保養廠 其實外面就可以了啦 馬6 2.3S好開嗎 要買武術的啊 武術的好開啊 好啦 有要換 有要問這個愛車價格齁 記得固定的格式好不好 年份 車款 等級配備 顏色 里程 私訊粉絲頁 可以給你一個參考的價格 齁 啊價格只是參考而已 不是我講了我就一定要買 大家掰啦 哇四百多個好不好 欸真的蠻多人的欸齁 我們真的這個 我們這個人數有沒有 不是虛的欸 好不好 我們這個都真的有四百個人欸 這個不是去 找這個小粉紅來湊人數的欸 齁 下禮拜聊啦 下禮拜聊啦 感恩大家 我繼續努力好不好 大家晚安啊 吃宵夜了啦 好啦 告白啦 下週見啦 我要下班啦 大家晚安 我們 我們 好 我們 我們 下次見